有时我们比较不现实地 见到一个人情绪不好的时候 就以为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 可以即时改善他 第一 我都说了 你不是改善到 你未必解决到他的问题 你可以做的只不过是一个同行 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支持 令到他不会再那么容易叉下去 未必一定是可以令到他好很多 心理上可能他会舒服一点 刚才我说的方法 聆听同行 陪伴这些方法 所以你是给一个支持 令到他觉得 我起码在这个世界上 有人肯关心我 有人肯明白我 有人肯和我同行 这样就已经可以了 至于他解决到那些问题 就是之后的后话 可能真的要找辅导 找甚至是见 我们说clinical psychology 即是临床心理学家 或者是见精神科医生都未定 那你就不要企图 或意图是想着 治好他的精神病 你没有可能 对吧 或者是做辅导 如果你不是一个辅导员的话 用你可以做的最基本的事情 处理了他第一件事 就是跟着和他同行 尝试和他一起去找一些专业协助 那就已经可以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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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